- 台北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最新的節目Devitt 那今天一樣有小美女小雨同學 跟我們一起錄影 大家好 好朋友們 今天台北股市有沒有如我們所料 22300點的 果真 你覺得有信心了吧 很有信心耶 才一個禮拜喔 從8月5號8月6號到今天喔 好啦算兩個禮拜整整兩個禮拜 這樣多少點 2700點 我們小小的賺他2000多點了 更不要說一頭大股補票掌聲 成名店已經4成了 6187萬人也4成了 當然啦 延續剛剛話題 行情總在絕望中誕生 然後在半信半疑中成長 你現在還懷疑嗎 郭忍佩你還懷疑嗎 蕭雨你還懷疑嗎 不懷疑了耶 等一下你懷疑一下好不好 好 你不要不懷疑 你不懷疑我會緊張 怎麼辦我突然很有信心的感覺 千萬不要 那我今天要多賣兩檔 對就在我們小美女小宇同學開始有信心的當下 David今天做了 過去這兩個禮拜的 第一次 獲利入代 對我就從禮拜一禮拜的報到今天才賣的 至於賣了什麼我們再慢慢來我們再看一下今天的字卡 來畫面上呢是今天的活動優惠專案除舊不新 對我們把一些已經漲了四五成的 對賺爛的股票就舊了嘛 我們獲利了解 準備買新的叫除舊不新 那這個方案叫獲利一加一有興趣的朋友們自己來點貨節目下方資訊欄填一填 反正我不太喜歡推優惠 大家自己多多快 很可能 只有這個週末 因為我快的話禮拜一就會買了 我只要開始買股票 這個優惠活動 就沒有了 所以好朋友們歡迎你跟上 好我們來講正事 這是上星期一跟大家分享的2020年3月19號台北股市 這個800字跌停 什麼叫絕望 就是你自己的股票跌停 你打開你的手機或電腦螢幕自選股 然後你就圈圈叉叉的 怎麼全部都跌停 對對對 默默留兩滴淚的 而且是農曆祈願 你有沒有聽過衰音之的綠光 你那麼年輕 像是我年年代的 綠光啊 綠光造頂 上星期一不是這樣 800字跌停 我說那算什麼稀奇 你看2020年的3月19號 那個800字還是盤中 盤中最多快1000檔跌停 波段低點 再來是2015年824 也有7800檔跌停 波段低點 我還記得我那時候跟我們辦公室的妹妹們 那數跌停不然數得好開心 我就跟他說這一定是波段低點 趕快買 屢試不爽 這種命中率幾乎百分之百 各位好朋友們 現在有沒有突然覺得 原來行情總在絕望中誕生 原來絕望長這樣喔 對對對絕望就長這樣 上星期一那個800檔 加星期二那個下影仙 那叫絕望 我們來看一下家庭指數 隨著兩個禮拜的時間的推移 越來越多人 跟我們旁邊的小宇同學一樣 現在開始有信息了 從上星期到現在有沒有誰敢跟你說雙腳的 會打第二隻腳的 現在把它扒下去 哪有腳 只腳而已 對不對 誰在上星期七十九叫你買好買買 還說跌停給我買下去 買完還跌停 陳明店 還有雲爆能源 對 不過禮拜二 禮拜二八月要買完之後還跌停 對不對 這是有夠丟臉 你現在四成了 好賺喔 很好賺 有時候不要太在意那一天 買在跌停附近 收盤跌停 也不要太在意 睡一覺之後 我這一覺睡久了 睡了兩個禮拜多了四成 何樂而不為 甚至剛買完的當下 我們在節目上公開講 請各位好朋友我們來看一個一個來看 這張圖就是8月6號9點51分的會員科訊 所有人都有收到 當時從漲800 變跌100多 現在跟你講 如果你不是忠實觀眾 忠實聽眾 你大概也不會記得 那個地方有多恐怖 早盤漲800點 半隔多少時之後變負100多 破底 觀眾朋友 就是在畫面上這一根 你現在看的是紅K 大黑K 夏宇同學 請問上星期二8月6號 你覺得這一根可以灌下去的時候 你心裡最何感想 萬九 是不是喊萬九比較快 我有點不敢看盤了 對不對 是不是喊萬九 對 我還記得那天很多新聞喔 蠻多的資深飛行師 真的很資深喔 比我 看起來比我資深很多了 因為他們頭髮白了 我沒有白 我沒有白頭髮 老實在很年輕 對對對我只是眉頭髮而已 那個非常一堆資深的飛行師都說 哎呀這個行情信心不足啦 買盤不足 你們那幾十年怎麼活下來的 人生 人的隨著年齡的增長會增加一點智慧是正常的 可是不能只增加年齡不增加智慧那就丟臉了 糟糕了 糟蹋個大搞 所以 為什麼David這麼斬丁結的跟你講 我留了很多的data 很多 資訊 比對過去歷史資料而且我不是 現在跟你講喔 我們是8月5號 就跟你講這件事喔 年跌1800點喔 史上最大跌點喔 所以那1800點有點誇張的 我說他誇張的不是跌1800點 我等一下跟你講他誇張哪裡 有幾個東西很誇張 好我們繼續往下看 上個星期8月5號6號我說最強百點出現買完就跟你講說 不用看什麼什麼線什麼線都不用看 直接會去挑戰8月2日的超空缺口 而且不會有第二隻腳而且會直接補缺口 恭喜好朋友們 我們這2000多點今天補缺口啦 看到沒有 來了齁 我這樣知道有多少 2700點了耶 還不錯啦 很棒 對對對觀眾朋友們 我們不小心就 蹭了他2700點 用蹭了 請問這個蹭法也可以嗎 還可以繼續蹭嗎 我覺得 小宇你很會耶 你問的問題很好耶 你知道小宇剛剛 我剛剛看到他剪了一個非常的 短的頭髮 說天啊 你這樣剪的看起來會不會太勇氣 想要更年輕這樣子 太過分了 但我很閒老 我們來思考一件事喔 會或不會不是我決定的 市場決定的 所以我們今天 就來介紹這個市場 告訴我們什麼 到底會不會 我打一個一個秀給你看 首先呢 第一件事昨天跟他聊到的 這個 通膨符合預期 再來呢 Fate Watch 今天是新的喔 我們剛上節目前才結的喔 現在降一碼變70%囉 比昨天高囉 是不是越來越形象DV獎德 其實降一碼就夠了 但有可能啦 10月2月會再降 就是一碼一碼慢慢來 這不比較符合 連準會現在的tempo 那個調性 就是你知道有點那個 挺磨人的 慢慢來 可是這樣慢慢降是好事喔 所以 小雨你的債券要抱著 好 小雨有債券 他應該可以賺到不少錢 我會抱緊緊 但是 沒有要賺太多啦 因為債券的 幅度不太可能會飆升啦 因為你很難大幅度降息 這是事實 好我們在往下看喔 這張圖喔 就是過去一個多禮拜一直有人問我的 觀眾朋友們 這張圖叫做薩姆規則或薩姆法則 上個星期我記得還有人留言我說 老師啊薩姆法則這麼準 怎麼這一次你看喔 才一個禮拜而已喔 我才被股心漲2000多點喔 2700點喔 才一個多禮拜的時間 美股 昨天晚上費半要大漲快5%喔 4.8% 這個薩姆法則這樣竟然不準呢 你看看畫面上我們看右上角 這是一個聯準會的前 前聯準會經濟學家 他現在已經不在聯準會了 他說只要你看美國三個月的 失業率的移動平均值 減去去年的失業率低點 超過0.5%的時候 意味著經濟在 開始要衰退了 這是一個初階段 就是開始進入衰退 而且 過去一個多禮拜喔 看到這個薩姆法則 希姆那寫什麼 命中率100% 你信不信 可是 上禮拜David跟他的聊天認識 大家記得嗎 薩姆喔 薩姆是個女生 他自己跳起來他自己跳出來說 這次沒有經濟衰退 這樣 這個法則不是 貴城不是他自己弄的嗎 他竟然說這個沒有 沒有衰退 所以到底對或不對啊 是新聞寫的對還是新聞太聳動的100% 命中率100%怎麼來的 來 就簡單的斗力 我在畫面上有沒有畫那條線 那條線是0.5 為什麼那麼細的線 是因為我要抓嘴一點 好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碰到0.5的次數其實很多喔 但沒有每一次都 就飆上去喔 也就是說 當薩姆的衰退這個指標碰到0.5%的時候 不代表100%多衰退喔 不太理解這件事我今天是給大家聽喔 過去的11次美國經濟的衰退裡面 每一次都有碰到這個薩姆的規則 就超過0.5% 可是實際上 超過0.5%的次數 比經濟衰退的次數多 理解嗎 蕭玉 客人可以理解嗎 我再解個更簡單的 假設你今天小時候考試考100分 把考卷拿給爸爸媽媽他一定很開心對不對 當然 可以吧合理吧 那請問你今天看到你的父母親 表現得很開心 是因為你考100分嗎 一定因為你考100分嗎 不一定嘛 他搞不好中了頭啊 對不對 所以 這個邏輯是這樣嗎 你觸碰到這個0.5% 一定衰退嗎 但是衰退的時候會不會一定碰到0.5% 是的 再給理解喔 你父母親看起來很開心 不代表你一定考100分嗎 但你考100分你父母親看起來是很開心 對不對 就他今天工作不順遂他看了100分還是蠻爽的 對不對 答案是這樣嗎 這樣可以理解嗎 這個理解嗎 對就是正推是可以反推不見得可以 這在數學上很常有這種事喔 所以 你看喔這個薩姆的規則因為之前 有蠻多觀眾問我這件事我說那我們來思考一下 他到底怎麼 怎麼做出來喔原來 超過0.5的次數其實是比較多的 但衰退的數字沒那麼多 那這一次會不會就是那種點到又縮回來勒 有可能 因為 聯準會手上還有 非常多的 降息空間 這樣可以理解嗎 可以理解喔 好 好故事下到這裡 來 那昨天跟大家 預告我們說我們今天可能會 一步小心對不對 把一些漲多的賣掉 對對對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成名店303 從 8月 8月6號 今天買完收版跌停 8月6號 我們來看一下 然後總共已經 今天快漲停喔 3013的成名店 成名店你看今天股價已經來到接近漲停板 125塊附近 你從 我們上次買到跌停附近 8月6號的 83塊附近 到今天40幾% 也就是你只要今天為止賣掉的話你已經賺40塊了 一張喔 這樣不只40%我算一下 怕人 我很少很少算績效 我覺得自己算我會害怕 123除以83 哎呦48了快五成了 我賺這麼多了 我都不知道 不是因為我沒在算績效的 我稍微看一下因為報表不是來做的 然後 好啦 短線長高的我們就不追了喔 那好朋友們有鎖定我們頻道或者上禮拜跟我們一起進場解便宜的朋友們 我們 自己剪碼喔 不盡理解散 我們就不追蹤了喔 因為還有新的還有新的 David還有新的要買 不賣有要買 拿有錢買新的 事實就是這樣嘛 不然 平衡不哉 小明天見我 平衡每次都見我那個賈元寶 好 那6187萬潤 萬潤大家應該都聽過很熟吧 台積電啊 對啊 COAX先進封裝先進製成的 相關的設備上 不是只有他啦 好多檔最近都很強 萬潤到今天為止喔 也超過4成喔 從上個星期8月8號 父親節買 那天250嘛 然後隔天漲停 284嘛 然後畫面上這個是 8月14號漲停 330嘛 到 前兩天漲停 357.5 今天喔 觀眾朋友自己看喔 我口訊有寫很清楚 我今天早上賣掉了 我早上9點7分 發口訊的 價格是 等一下 我賣的時候是370喔 沒有人說喔 觀眾朋友大家有看到喔 會不會要做見證喔 我沒有賣掉 我才是370喔 賣完之後還給我拉一段喔 那我以為他說 夭壽 我沒去 打漲停怎麼辦 還好 老天爺喔 聽說聽說 我講過很多次 我賣370喔 長到370 是久都不干我的事 黑白狼大的事 聽說剛剛翻黑 我現在 現在是翻黑 現在348 等一下 6187 對 欸真的耶 對啊 八年二位 我賣這麼好喔 所以我說是不是老師 是你們 觀眾朋友們是不是你 你們是看我的口訊 早上370賣掉的 對 當然好 一定是 好 對對對 所以我現在有錢買新的囉 我們賺不多 一張賺100多塊就好了 100出頭 100塊左右 300 對100出頭 110左右 所以好朋友們 那 請問 David下禮拜要買新的 各位有興趣嗎 有 那活動自己跟上 給大家看一下 這活動非常好 是獲利1加1 所以一定划算 然後除舊不息 所以舊的會慢慢減碼 新的 最快禮拜一出售 優惠專案 歡迎全國好朋友們 務必更好 好 聊到這裡 來跟他講個東西 非常好玩 這是我上禮拜跟他聊的 雲豹就不用看已經上去了 對對對 是浪水浪水浪 來來來來 記不記得上星期一 對就是盤中喔 畫面上這一位是 台積電同學 2330對 台北股是最重的那一位 比我還重 全重不是體重 8月5日台積電 我們說他尾盤在補刀 對不對 我們那天12點多錄節目的時候 剛好在補刀 我為什麼把你畫個紅圈圈 大家記得嗎 我們把那個紅圈圈的那個地方的 當時的 買賣成交 秀出來 這8月號啊 就剛剛那紅圈圈的地方 從12點 不是跟著 11點27分18秒 到11點27分19秒 有12345678 有8筆超過250張的賣盤 1秒鐘之類 所以你看這張圖 小影官老 這裡有一個 一個很明顯的gap有沒有 一個直接灌下來有沒有 對 對不對 就我剛剛全鏡頭那邊那個地方 有沒有一個突然直線那個 你把它放大字檔上 我說那對了 這裡就台積電底 連連台積電盤中跌停 收盤815 金賣台積電966塊錢 為什麼我說那裡會是低點 除了800檔點 我說為什麼台積電會是低點 你仔細算一下 來 誰會 一秒鐘 261 263 255這樣賣 小雨你覺得這種人是誰 這種應該就大戶吧 其實這是法人的停損單 居然 ETF會停損你不知道嗎 ETF 這兩年賣得非常非常好 那ETF這個買盤 無論你是買哪一種ETF都一樣 它會有助長 跟助跌的效果 投信 一直以來都很習慣用 技術分析操作 雖然他們報告都寫基本面 但他們操作很技術分析 所以你看上禮拜台積電 有看到嗎 來 這是禮拜五的8月2號的 這禮拜一的8月5號的有沒有啦 跳空 跳空喔 破線嘛 要不要停損 然後你看喔 早上本來台積電是打上來的喔 尾盤補刀 台積電那天在停損 法人站停損 那看到了沒 台積電的地點在那裡 但很多股票低點是在8月6號 台積電從那天 台積電從那天 我不是拍個影片跟他說那個叫田田價嗎 沒有地點喔 100多塊了 真的 就這麼簡單 投資就是這樣啊 當你理解了 你已經知道你過去用你過去所有的資料 檔案你發現說 什麼叫絕望 絕望來了嘛 不用懷疑嘛 買好買滿嘛 對不對 甚至說老實我這邊 真的前面買了 那我現在 沒有辦法全部買滿我可能再加碼一點點 你加碼個一張兩張也好 你不會賣在地板上 對不對 一個禮拜現在過去兩個禮拜了 你都倒賺了啊 到今天 老實我覺得那些股票長太兇了 隨便賣 都賺 你萬潤隨便賣 萬潤殺下來不幹我的事 我已經賣掉了嘛 撇清關係 這不是我殺的 股票我只是 賣在這附近 真的喔 口序大家有 大家對視對焦 對對對焦 你看看 早上9點07分喔 早上我就 鬧跑啊 對對對 我不要覺得我們這樣做很舒辣喔 所以我昨天就提醒過各位 創新告我一定會尊重他 來 大家就多少 昨天節目有沒有看 有 你有在我知道 觀眾朋友有沒有看 我昨天有沒有講 6187萬潤創新告我一定會尊重他 什麼叫尊重他 尊重除了放在心裡 還有行動表示 對不對 所以啦 就會了解他 或是沒有都知道 裡面都跟到了 好 那接下來呢 下禮拜一要買什麼 我們先預告一下下 我有 瞄了一下台北股市喔 我們來先看一下台北股市的行情 現在台北股市加權指數已經來到了22,323點 所以這一波反彈2700點了 真的好快啊 沒什麼感覺 首先呢 跟大家講過 這個缺口會回補 缺口回補的話就會到 2500 2500 到22006 所以第一個 還沒漲完 第二個 第一輪起漲的就是台積電概念股啦 台積電嘛 萬潤嘛 精彩嘛 紅素 中砂 對不對 星雲大法師 大家要漲長 這一輪的話 連星雲也是喔 你看 我 給你看一下星雲 你看 有沒有一樣 有沒有也是開高走低 有沒有跟那個6187一樣 唯獨還沒有的就是 今天漲停的精彩啦 不過 精彩也快創新高 你不要追啦 就像David剛剛講的喔 因為這支股票第一輪 像6187這樣子的 漲幅相當的驚人 已經超過100多塊 100 120塊 創新高之後短線一定會有賣壓 因為他跑的比 台北股市的股票快 他的漲幅創新高台積電明創新高 對不對我們來比一下吧 台積電的供應鏈萬潤然後剛剛講星雲這種股票 對不對 COVA是先進封裝的 今天股票創新高耶 你上禮拜聽我的話去買 你一定大賺啊 可是為什麼 這麼剛好大家在開高走低 那很明顯嘛 位階高了嘛 短線獲利了解 基本本沒問題啊 所以這一輪的就是我剛剛講的 第一波啟動的 陳明電也是啊 第一波啟動的啊 後面一定還會有 第二輪啟動是沒起到的 在下禮拜會出現 所以今天叫你們除舊不新 先把一些股票 獲利了解一趟 早上你看我賣 哎呀老師你早賣萬潤你看 你賣370拉吧379萬一漲停怎麼辦 萬一漲停就 對不起送他啦 反正我們已經賺夠多了 就是昨天 蕭蕭問我啊 老師那怎麼知道 什麼時候要停歷啊 對我覺得停歷比較難耶 我其實突然覺得比庭審還要難耶 沒有其實都不難 真的嗎 停歷有幾個原則嘛 創立新高嘛 對不對 創立新高的時候我們賣壓嘛 是不是固執過高了嘛 是不是後面基本跟不上了嘛 好 萬潤 創新高嘛 對不對 創新高嘛 都縮回來啊 那台積電呢 台積電還在這裡而已啊 那你們兩個跑那麼快幹嘛 懂我意思嗎 懂我意思嗎 那你看這一支 沒有創新高啊 所以就還好啊 對不對 沒有創新高啊 就還好啊 那懂嗎 可是為什麼剛剛那兩個在 揮繞節 明明就在這裡 上頭囉 懂 沒有很難啊 但是就是稍微要認真一點 因為很多的行情的規劃 是一環套一環的 比方說加權指數為什麼 不要讓你們看其他的東西 直接看 你看喔 然後David可以買完 5號6號 跟你說那是波段低的買完我就說 直接看2萬2000點以上 那時候還不到2萬耶 我買完就叫你直接看2萬2000點以上 所以直接看這個缺口 上禮拜我已經講這個缺口會補了 到今天禮拜五 真的補了 你是不是又白賺2000多點上來的 那為什麼到今天還需要買 是因為他完成的第一階段的任務叫來補缺口 那補完缺口會不會再撤呢 不急嘛 你今天不是賣掉一些了 如果他有撤也不是賺到了 對啊你現在不是有錢買新的了 如果他撤也不是賺到了 老師那如果真的不撤就繼續拱了 那還有一些底部起漲的 你這不是雙贏 這才是操作 這樣理解嗎 所以沒有那麼複雜 只是 你的邏輯要正確 不要自己嚇自己 什麼薩姆法則 薩姆自己就說 沒有一定率退好不好 好啦 話不多說 那今天呢就是最後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 這個過去一個禮拜的操作部分 還有 最重要的 今天的 優惠活動 除舊不新獲利1加1 歡迎收到朋友們 那個電話可以直接撥通或者節目下方資訊欄 表彈甜甜 就可以來參加這個活動了 歡迎你們務必跟上那下禮拜呢 每比1或2我們來買點新鮮的 我手上有標的了已經 確認好了 但 很便宜啦 我看應該是不到100塊上下的股票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們歡迎你跟上腳步 那今天的節目呢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也謝謝小宇同學的參與 謝謝老師 下禮拜很好回來對不對 對 品化就回來了 所以下禮拜是品化大美女 你沒跟他講小美女那一段 我等他回來 哈哈哈哈 終於有可能自己去看 好了那今天節目節目的跟大家聊到這裡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咱們下週見 掰 華冠頭顧所推薦分析之各地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提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華冠頭顧 111千萬頭顧新字第015號 MAR asshole 蜂蜜的